第 211 集 這個時候 張浩一個人帶著皇鴨和皇虎離開 他手腳麻利地在前面帶路 雖然 皇鴨和皇虎 因為皇華兩仔爺的關係 就已經不是第一次走這條密道 但是 他們對於張浩這個外來人 竟然有這麼好的身手 還是覺得相當不可思議 而他們從張浩的嫌片語之中 已經知道 一直想要害他們的人 現在就已經不再具有危險性了 被囚禁了很久的皇鴨和皇虎 他們現在雖然無法選擇 只能跟著張浩快速地行進 但是他們的心情還是十分激動 山裡面的路很滑 在這裡緊張地趕路的皇鴨 不小心腳底一旋 在她身後的皇虎 看到妹妹跌倒之後 第一時間就衝上去扶著她 只不過還是慢了一點 不過好在皇鴨自小 都是在山裡面大的 手腳就比較靈活 她一手撐在石上 就穩住了身形 就在皇鴨笑著 對著一面擔憂的哥哥 皇虎 握了下手 表示她沒有什麼事 可以繼續走的時候 皇虎無意之中 看到了皇鴨的手掌心 丫頭呀 你的手在流血 聽到皇虎這樣說 皇鴨也兇了一下 不過她很快就反應過來 她看了一下 被石頭戒損的手心 以及滲出來的血跡 沒有所謂這樣說了一句 沒事的 我們快點走吧 我在這個地方 我才覺得不舒服 聽到皇鴨這樣說 皇虎也不夠膽擔角了 轉身就打算走人 但是 就在皇鴨和皇虎同時轉身的時候 就看到了 已經停下腳步 直不斷地看著他們的張鴨 皇虎就有點不好意思地 拗了下頭 哈哈 不好意思呀張大哥 下頭她剛才跌了一下 挖破了手 不過已經沒事了 我們繼續走吧 聽到皇虎的說話之後 張鴨並沒有繼續向前走 而是 向著皇鴨和皇虎的方向 走了過來 張鴨輕輕地說了一句 哦 你戒了一隻手嗎 怪不得了 我就說 為什麼總是有點不對勁呢 然後 在皇虎疑惑的眼神之中 張鴨越走越近 直到 皇鴨突然之間 很驚恐地喊了一聲 咦 我哥 你快點看看 張大哥的眼神 已經全都黑了 聽到皇鴨的說話之後 皇虎忍不住看了一下張鴨 她看到這麼反常的情景之後 兩兄妹很害怕地對視了一眼 然後 他們毫不猶豫地向著他們剛剛離開的方向 轉身馬上跑 不知為什麼 在這個時候 他們心裡唯一的想法就是 快點去找剛才那個這麼陰森的女孩 她肯定有辦法 只不過 就算是常年在大山之中長大的 身體比較好的小孩 在這個特種兵出身的張鴨面前 還是欠缺點料的 很快 一直在身後保護著皇鴨逃走的皇虎 就被張鴨毫不客氣地撲到地 張鴨一個手刀劈下去 皇虎甚至想叫皇鴨快點走 都未來得及喊出來 就已經反白眼 暈倒了 皇鴨見到她哥哥 面對著張鴨毫無招架之力 她怕得整個人都發脾氣 但是 在接觸到張鴨看過來的 嗜血的目光的時候 她還是非常勇敢地站起來 一扑一扑地 向著懸崖之下的方向跑了過去 但是 對於皇鴨來說 這場奪命追逐戰 就好像已經過了整個世紀一樣 但其實 連一分鐘都不夠 她就已經被後面跑上來的張鴨 很大力地壓低在地上 然後 皇鴨好像見到了 張鴨從後腰那裡 掃了些什麼出來 打了個轉之後 就握在手裡 搬隨著 張鴨冷目到極致的表情 皇鴨終於燈大了對眼 看清楚了 那個 是一把風利無比 閃著寒光的匕首 好啊 皇鴨怎樣都想不到 這份劫後餘生的慶幸和後怕 過去了都未夠一盞茶的時間 這種憑死的恐懼感 又向她撲面而來了 甚至 比起剛才的皇鴨 這個時候 眼前 這個瞳孔是黑色的男人 比起她的恐懼感和壓迫感 是更加強烈的 皇鴨根本上 連看她一眼都不夠膽 男人手上的匕首 好像突然之間 接觸到山中那種冰冷的寒氣一樣 看上去 簡直就是bling bling的樣子 皇鴨在這個時候 已經徹底地嚇到整個人都懵了 她真正地見識到 甚麼才是真正的可怕 就算是那隻帶著鬼仔的皇鴨 都不及張浩這個時候 萬分之一的驚悚和窒息感 就算是和張浩平水相逢的皇鴨 在這個時候 她覺得自己已經聞到了 張浩身上曾經有過的濃濃的血腥味 和那種嗜血的氣息了 張浩面無表情 握著手上的匕首 靠近皇鴨的頸 皇鴨已經清楚地認識到 這一次 她是必死無疑的了 就在她惡膏頭 靜靜地等待著死亡到來的時候 她聽到了一把很意外的聲音 走啊 黃鴨無助而又很害怕地 看著這個單手 就把她按低在地上的男人 這個時候 她似乎是掙扎著 她被掙扎著皇鴨的那隻手 然後她又重覆了一次 快點走啊 面前這個男人的表情相當痛苦 但是她在揭力地壓制著什麼 皇鴨終於反應過來了 她很害怕地 用對手撐在地上 後退了兩步 這個動作 似乎又不小心拉扯了 她剛才被戒損的那個傷口 啊 就在皇鴨覺得很痛的時候 眼前這個叫她走的男人 似乎又開始 散發出相當之海人的氣息了 皇鴨亡然無躁地 看著眼前這個男人 反覆無上刀 幾乎就要崩潰的樣子 她下意識地 看著一下 暈在地上的皇甫一眼 兩雙糾結之下 皇鴨非常缺絕地 閉上眼睛 轉身 向著懸崖之下的方向 跑了過去 皇鴨終於意識到了 眼前這個男人的目標 好似跟皇鴨一樣 都是她 只要她走了 皇鴨就很有可能 可以脫離危險了 而且 最重要的是 她一旦走掉 找到人的話 她和皇鴨 都可以有命生存下去 這樣想下去 皇鴨出行全力感 就想著向前跑了 但是 就在她遲疑的那一陣 那個 說過要放她走的男人 在經歷了一番的掙扎之後 又開始對她追擊了 這個時候 陷入絕境的皇鴨 突然之間 聽到一聲 好像來自天使一樣 聖結 而有佛光普照的聲 有病 喂 張浩 你當著我的臉 就敢破壞其他女人 你是不是想死呀 我說就說跟你玩一下 你現在當真呀 豈有此理 你看我如何制炮你 人出身 呃 難道